本港失业率创十七年来新高 基层市民生活艰难 有人甚至要为三餐奔博 现在两夫妻都是失业 暂时能吃一餐、试一餐 很需要这些食物援助计划 很多打工仔现在都是手停口停的状态 我们也收到很多紧急需要的食物援助个案 他们都在情况迫在未接 因为吃饭每天都是需要的 食物援助是社会最基本的安全网 疫情之下 政府提供的八星期短期食物援助计划 有多大帮助呢 陈太太原本是售货员 专门销售旅游纪念品 但因为疫情影响 去年年初已被辞退 没有收入 谁知道在四个月前 连做厨房的丈夫都失业 可谓双重打击 本身未失业前 几个月前都是放无新假 最初开始放了一个星期 近十月份后都是放十天十日 正常觉得很快失业 我们自己也会比较容易 因为这些是食肆 陈太太现在要靠积蓄过日子 熬得很辛苦 只有节衣熟食 街市 我们会去找那些便宜的街市去买 如果你超市买, 会比较贵 我们会多走几档 够一下价钱才买 猪肉 好像我也不记得做多少钱一斤 总之觉得很贵, 很少买 如果买一次肉 可能要等你自己一天买饭 一天买饭钱 因为肉贵 陈太太说现在物价很贵 如非必要也不会买 但因为有个读初中的儿子 正是发育期 所以去街市买饭也很烦恼 这些菜十六七元一斤 也很贵 有些生果想买 但很贵 不需要买 今天买了些凍肉的丸 回去煮公仔面 买了些姜 切回去 买个面包 明天吃早餐 或者吃中午餐都可以了 好 由于职畜不多 还要应付每个月劏房五千多元的租金 陈太太说也很吃力 加上没有申请纵援 每天三餐都成问题 没办法之下 去年申请了政府的短期食物援助 为期八个星期 有派米、面、罐头 还有超市现金券 他说帮助很大 那些是现金券 我们可以买 可以买其他 做在一起 或者是狗纸 我喜欢吃狗纸 买些狗纸 回来蒸一下吃 不过根据社署的规定 拿了八个星期的食物援助后 再等半年后 才可以再申请 他现在唯有再省一点 经常出现吃不饱的情况 有时饿就忍着 这个饭头是做早餐的 我们是在街市买的 一包有九个,十元 正常早上 如果吃早餐 就蒸两个来吃 葱一杯麦皮 现在本港有八间非政府机构 获社会福利署资助 刑办食物银行 向低收入人士提供短期基本饲食 每次一般发放不超过八个星期 就像这里 就是其中一个服务机构 我们看到疫情之下 比较在2019和2020年的情况 其实我们看到总受惠人士 真的增加了 升幅到55% 因为那个失业而去申请的个案 其实我们看到2020年 其实都是增加了三倍 可以看到疫情 是挺打击到一些在职人士 以一日三餐计 这个机构每月平均服务900人次 拍摄这天 就有七八十人 来中心排队领取食物 当中很多是近期失业 第一次来拿食物援助 他每次申请可以拿不到八个星期的食物 然后必须要一个六个月的等候期 我们会按照个案的需要 可能是因应如果他的紧急 可能可以额外去发放三天的食物援助 如果看情况真的很紧急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一些 善长的食物援助计划 我们也会在一些善长的食物援助计划 再去支援他 疫情下, 政府计划在六月起 放宽申请短期食物援助的资产限额 四人家庭 由原本上限26.4万元 放宽至54.8万元 预料可以额外协助十二万人次 不过, 八星期的领取期限就没有改变 至少, 八星期的领取在三万元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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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因为疫情受到影响 我们正常开放 我们会六点在我们社区中心 那些家庭成员就会来到我们的中心 用一个自助形式 去逼我们的饭仔在现场吃 但是现在疫情没办法 唯有我们只能够每个星期派一天 每次派的份量 给他们足够 可能一个星期的运用 周仲文说 本来机构在港九都有社区厨房派饭 每天也有近二百名义工帮忙 现在都停了 员工要集中在观塘这里 利用盛食制作饭盒 再用速冻的技术 热食改为冻食,被市民领取 一年前我们这里 可能大概有八至二百个机构 在这里 生产大可能二、三千个份量一天 但是一年后反映疫情 少了机构开,八粮机构 但是可能的生产量 现在是接近八千至一万 这里制成的线食 还会分发到全港各地区 和社福机构 由于基层对食物需求 在疫情期间明显增加 很多时候都未必够分 看到申请者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开三天 他可能今天 我只能够给到最多的生产量 是某一个数目 大家有其他机构 我公平起见 可能那天给不到他 可能他今天拿不到 我明天有空间 他宁愿再愿意开多一天 都派给申请者 因为他轮口的真的比较多 这个我们能够支援 我们也去做 疫情下 不少依靠回收 做食物援助的机构 都很难经营 梁建辉所属的另一间 食物援助机构 过去十年 一直收集即将到期的盛食 再分配给不同的机构 但这一年来 他们接收的食物数量大减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很难预计到下个星期 我们会有什么食品捐赠收回来 尤其是一些快到期的食品 通常食品捐赠商 他们都等到最后一刻 才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一定要安排车辆收回来 不会浪费 在食用日期之前 就派到受众手上 这些低收入人士来说 这些是太奢侈的食品 二十多元一百克 这里其实 我们如果是免费派给他们 就可以了 如果他们买的话 他们一定不会花钱 就去买一只这样的东西 太贵了 梁建辉说 以往有百多间超市 稳定地捐赠食物 现在明显减少 去年刚刚疫情初 有一个食物抢购潮 其实你看到超市的货价都挤了 那一段期间 我们真的差不多 没有来自超市的食物捐赠 最近就正常了一点 但是比起往年是少的 好, 汁汤水, 有些果汁 你看到 当然也有一些小食等等 大家在航班上也有时吃过 过往另一个重要的盛食来源 就是煮飞机餐的机场空厨中心 由于航班和客运量减少 所需要的餐量食材 亦大幅下降 机场那里 其实过去往年 一年差不多有五百吨 而今年只有一百三十吨 左右 少了七成有多的 少了那么多的时候 当然原本收开这些食品的人士 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些食物去享用 所以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看回机构的库存 在疫情持续下都变得很紧张 例如这些是一些烟墨片 其实有营养又有益 又健康 但我们暂时只有五百多公斤 可能会有几个机构 会有几个机构几箱 就已经没有了 我们也希望多些人捐些给我们 陈太太因为疫情影响 突然失业 两夫妻找了几个月工 都没有消息 政府的短期食物援助 拿了一次 要等半年才可以再申请 近期唯有自己想办法 向其他社福机构申请食物援助 好 你好 好 我想问一下 是否有这个食物援助计划 我先在登记上 就先帮你登记 好 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食物做登记 但你知道游华地那边 现在疫情也很厉害 所以我们那间中心 你知道之前是甚至在封锁区附近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开放 这间社福机构的注册社工赵子杰说 受疫情影响 不少街坊面对失业或开工不足 希望申请食物援助的查询 起码多了三倍 现在街坊最想的就是快点开工 其实你叫街坊去拿纵援 其实街坊不是想去拿纵援 因为很多街坊一直都在上班 停了工作 而街坊最大的愿望都是折食其力 令他们可以尽快获得他们的工资 去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些工资应该有两公斤的工资 要做一瓶银 然后就有奶 我也挺开心的 可以找到这些文社可以帮助自己 心情的话也是差不多 自己想早点找到工作 在食物援助方面 我想政府一定可以提供更多资源给机构 第二方面很重要就是 给一个弹性给机构 是就着现在街坊失业的情况 是在食物的券或食物的使用上 是有一个弹性在 令到街坊都可以在他们 在一个比较小的冰箱空间 又或者他们的居住空间里面 可以更加善用到这些食物资源 不要浪费 这个服务中心 虽然不是社署资助的食物银行 但主力做食物回收 收集包括罐头、干粮、面包、蔬菜等食物 再转赠给有需要的基层市民 最近多了一些社署转介过来的个案 经常兵满查询 当中以来自深水堡区的街坊最多 其实规模和人数方面都有限制 所以我们在做这方面 的确是很困难 所以你看到排在街坊很多 但是好像一条无尽的人龙 但是我们都是见步行步 尽力去做 疫情下经济差 整体的食物捐赠减少 他们的派发也很困难 现在起码少了三、四成 因为以往我们在正常的时间 我们的食物 基本上可以满足到一个礼拜 可能有一次的食物的派发 但现在可能一个月 我们只做了一次 所以量又下降了之外 整体配套也很难处理 所以我们整个派发的频率 也下降了很多 谢谢大家 至于机构在街市的食物回收计划 亦因为疫情影响, 人手不足 收少了十几个街市 而收到的乘食数量也很不稳定 今晚来到九龙城街市 没有计算的 给人就给, 免得明天买 明天的客人要申请 任由他经济, 拿不拿出去 有人来收就给他 他们趁着街市收档事 去做回收 档主自愿捐赠 你们出来, 我就出这些吧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 这天刚好有水果档换货 他们收多了很多水果 这些过年我又不买 我盔子放在这里的位置 不要妨礙自己, 就捐上去吧 有他们在这里, 去自帮我 更好, 对吧 谢谢大家, 我又捐给他们吃 面对食品价格飙升 他们希望透过街市食物回收分享 可以舒缓基层市民的经济负担 同时亦减少食物的浪费 不用送去堆填区 今天也算了 算了, 车子饱了 是的 对, 食物濕门饱 车子饱了, 非常好 是的, 不多了, 很久没有试过 我想新年前也很感谢当饭 也很支持我们 疫情前, 他们在街市回收完 会即晚分发食物给街坊 不过现在因为限聚令, 怕人群聚集 要到第二天下午才分批派法 来到拿食物的人反而少了 这晚就先选择, 分类再处理 有这些番茄, 其实整个都很完整 你看到有没有烂, 也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是这些位置 可能有少少花了 可能它较难一点卖 所以变成了要捐给我们 在食物行八个礼拜之后 我认为街坊要找食物的支援 是相对困难的 也希望可以透过在街市里 收到一些新食物 也可以帮到街坊 在食物银行以后 去弥补他们的食物需要 这也是可以省到 他们食物方面的一些大开支 去补贴回来 或者可能家庭上的小朋友 学习的需要 或者可能是长者 他关于医疗上的需要 都可以透过这些食物的支援 可以减轻 第二天, 他们就分发给街坊 今天其实大概派给40个街坊 而我们九龙城区 其实现在我们服务大概200个家庭 大多数都是低收入家庭 和长者为主 其实我们很矛盾 我们是想多做一些 但是又没有那么多食物 但是街坊就跟我们来 跟他们说 最近真的很不知怎样 我们又很心痛 好像没有出路 街坊在家里可能对着小朋友 他又没有收入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可能也是吃些很简单的东西 每天的菜都差不多 我们很想帮他排前一点 或者可能… 就是帮他尽快收下 但是问题是食物又不足够 他们唯有不断尝试新的渠道 寻求食物供应 其实我们都要开源 因为我想我们很主力 都是靠一些大壁食物的捐赠 所以我们都很积极地 在不同的工厦 或者可能是一些电话簿 都会逐个电话去打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捐赠商 他多多少少也不要紧 我们希望都可以有一个长远的关系 他们可以在食物上支援到街坊 他们逐程看看 周围有没有食物製造商 或者分销商 不过很多都没有开门 或者结业搬了 刚才我们也去到一间公司 他们做了一些热蜜类的食品 刚才同事也很好 他也跟我们聊一下 究竟食物日期 多久可以捐赠 或者厨类应该如何处理 也很开心 因为他也知道我们旁边有一间中心 可能有一些少量的 不是一大批的食物 他就可以给我们 所以我们也会继续用这个形式 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慢慢地逐渐逐渐渐 食物援助是社会最基本的安全网 面对每天 有超过三千公吨的食物被浪费 不同的社福机构 都希望加快食物配对的效率 或者透过市民直接捐助 帮到更多人 其实这些食物包 数量远远不够需求 但是起码对于一个受众来说 这个食物包可以帮他们充满机 省少少钱之余 也都是代表着一份心意 他们并不孤单 这个社会是有人 是愿意伸出援手去帮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